中华民国外交部周四宣布 将启动第二波国际抗疫人道援助行动 再捐赠国际600万个医疗口罩 台湾宣布将展开第二波援助国际行动 将捐赠600万片医疗口罩 给包括北欧中东欧地区的欧盟会员国 美国受创严重州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 新南向政策目标国家及其他友好国家 台湾在4月1号宣布第一波援助国际行动 捐赠欧美12国和15个友邦 总共1000万片医疗口罩 目前已经分批起运 将会陆续抵达各国 外交部长吴钊燮八日推文 指外交部最近在为受到疫情打击的地区装箱打包口罩 照片中可以看到大量装箱的口罩 箱子外印有中华民国国旗 台湾意象和听诊器的图样 吴钊燮写道 盟友和朋友们 台湾来了 我们将一同面对挑战 美国参议员克鲁兹转推该文 克鲁兹表示 随着台湾的崛起 中共正在坠落 当台湾盟友向美国发送200万个口罩 中国共产党却继续进行 有关病毒的虚假宣传 危害全球生命 新唐人雅帖电视 曾经好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